本月的工信部的新车名单里背小书包的硬派越野车的数量是真多 纯越野的 轻越野的 它都有 这回咱们说的这台车你可能会感兴趣 它是全新的北京BJ40 BJ40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 在国内也属于老牌的硬派越野了 那这一次呢 它画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叫做精神抖擞 它的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家族的标志性的五孔格山已经和大灯组融为了一体 进气其实就只剩下三个了 大灯组两侧两个白色的C型的日行灯特别的有创意 它让车头显得相当的有科技感 而侧面原来宽宽的轮眉没有了 新造型呢 有点像BJ60了 值得注意的是 新的BJ40竟然采用了无矿车门 一个硬派越野竟然用了运动车型才用的这么一个设计 有点意思啊 新的BJ40车长增加到了4790毫米 宽度1940 轴距也比原来更长了 有2760毫米 车顶也不再是老BJ40那种分体式的样式 而另外呢 CD柱之间还有一个环形的白色装饰 那假如你要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看的话 也可以去选装一个纯黑的 而车尾依旧是侧开门加外挂的备胎 但是尾灯换成了一个竖向的非常的大气 门把手也改了 尾门上的标志除了原来的BJ40还可以选装BJ40C 新车的发动机是来自长城风潮的180千瓦的2.0T 动力呢也有不小的提升 它还有牵引的资质 全新的BJ40真的是挺有特色的 尺寸大了 颜值高了 动力强了 也不是那种纯硬派的风格了 至少目前来看它更适合在城市里开了 而对于它还没有曝光的内饰 也更加的值得期待了